甄嬛后宫如职场 求生金剧总复习 日前重播完第三遍收拾高达2.81 近62万人强看在台即将重播第四第五遍的后宫甄嬛传 不只是讲皇上每天抱女人的故事啊 大受欢迎的原因还是他的适用性 从床子延伸到公司 你不是说那个贱人 你是婉居皇上吗 奴婢也只是听说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肯了 见人就是矫情 是啊 后宫如职场 皇妃娘娘旗下就掌管刘宫那 可惜本宫坐下 绝容不下你这种诡计多端的人 容不容得下是娘娘的气度 能不能让娘娘容下是贫妾的本事 看都没有 时下妻业裁员何尝不做慈解 有本事留下的就要被人利用 在这宫里 有利用价值的人才能活下去 好好做一个可利用的人 暗于被利用 才能利用别人 俩读过书的甄嬛对于此道直直甚行呢 在这后宫中 想要生 就必须猜得中皇上的心思 若想要活 就要猜得中其他女人的心思 但执行起来却未必狠得下心 妹妹心善是好事 可是在这宫里 只一味的心善就整个坏事了 所以大宫厂下的小螺丝需要实施彼此催眠 心灵喊话 有时候 不争 比能争会证之人有福多了 可真宠之人满地都是啊 即使不得宠也要碎嘴呢 皇上这个月去后宫可勤着了 可十有八字都是晚归人陪着的 不说话会变成痒了吗 听到没有明哲报身的艺术包含庄龙作哑 娘娘可曾见过好狗 这会咬人的狗不叫 是吗 不过人心都难测 何况是畜类 越是亲近温讯 就越容易不留神啊 说得极好 明枪一朵暗箭难防 最怕畜生背后插刀来阴的了 但心之口快还是令人捏拔了看 若是心中真正尊敬 未必要日日拜见吧 你是在教老板不用每天招三餐开会 下属会烦吧 谁知有哪个是口是心非的呢 真的 回头想想后宫跟职场还真像呢 我再不要回头 宫里的夜 那么老 那么长 再来 也不该拿别人的血来暖自己 苹果有了胸 那吃个猪水膏来暖自己报道